我到上元节灯会时 天还亮着 一旁布置花灯的婆婆笑得八卦 姑娘打扮得这么漂亮 是在等心上人吧 我羞得红了脸 只轻点了点头 这还是订婚三年来 她第一次约我 夜色缓慢将长街笼罩 人来人往 将景川出现时 手里提着一盏兔子灯 我欣喜地迎上去 却在几步之遥处 顿住了脚步 一位姑娘蹦跳到她跟前 牵住了她另一只手 一个唐人两个人吃 将景川甚至故意舔了 她咬过的地方 这边是上元节灯会 最繁华的地方 世家子女多在此地停留玩乐 他们成双或是成群的 尽情地寒暄交友 而我像是一个窥探别人幸福的小偷 茫然间 那位婆婆的声音又响起 姑娘 你的心上人还没来啊 江兄 哎 这不是唐家小姐吗 你们 一群世家子弟经过 和江景川寒暄 江景川挑了挑眉 将她的手攥紧了些 不明显嘛 过段时间就要改口叫江夫人了 你不是和那叶家有婚约吗 退了 她不过是个庶女 而且当年订婚约 也只是我祖母想报恩罢了 也是 门不当户不对的 这三年 被吸了不少血吧 嗨 都过去了 江景川轻轻一探 尽显她的大度风范 其实想想 她说的都是事实 三年前 我曾偶然救了江家老太太 也就是江景川的祖母一命 老太太为了报恩 便以父母之命 给我和江景川定下了婚约 如果不是假借江家的权势 叶家内濒临倒闭的医馆 怎么会起死回生 如果不是这个婚约 我也怕是早就被父亲 卖给那五十岁的富商作妾了 唐家小姐唐月 着急地拽了拽江景川的宽秀 别说了 夜里姐姐在呢 一群人齐刷刷 将目光转向了我 像是等着马戏团的毛猴钻火圈一般 江景川面色毫无起伏 你都听到了 就不用我说第二遍了吧 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恶心 严毙 他将退婚书扔到我身上 然后招呼起那几个世家子弟 今晚我请客呀 唐月经过我时 抬手摸了摸我 精心缝制的紫衣 再怎么打扮 也掩盖不住树出的穷酸气 然后他们欢呼着 簇拥着 一路走向那栋最亮的酒楼 这人怎么了 怎么一动不动 是夜家那庶女 不知道做了什么出格的事 刚刚被江公子退了婚 天哪 被退婚 这还怎么活下去 要我直接跳河去了 耳边声音嘈杂 我一路恍惚着 到了灯会尽头的河桥上 大约不用等到明日 我就会因为被退婚 而成为整个京城的笑柄 而夜家会变本加厉地 弃我如必喜 正如他们所说 我该从这河桥上跳下去 才算对得起女子清明 要是我的生母在就好了 夜家是行医世家 我的生母却因为墨药吃而活活病死 那日雨很大 我磕头磕晕在夜家医馆的门前 父亲却始终不肯拿出一服药来救她 她走之前紧紧握着我的手 只留了一句话 阿里 你要好好活下去 河岸边上 有人放起了河灯 大大小小的愿望顺流而下 我逆流而上 往人烟稀少处 艰难的挪步 你们有没有 见到首府大人 听闻她今日和陈王来上圆节了 没有乌乌 只看到了陈王 我也没有看到 我还以为她是个老头呢 他们都说惊为天人 他们激动的声音淡去时 前方护城河的一道出口处 有个身影晃晃悠悠的 伏地倒了下去 我快步跑上去 一位男子痛苦地捂着 左胸口的位置 艰难地喘着气 姑娘 我已经拉过她的手腕 拔起了脉 是突发的心急 而我恰好有随身携带 急救药的习惯 我迅速给她 喂了一颗护心碗 解开她的衣袍 扶在她胸前听了听 又沿着她掌心的穴位 按摩了半刻钟 她醒过来时 一轮圆月恰好冲破云层 挂上了枝头 我扶她起身 她看了眼自己的衣衫不整 我尴尬地解释道 我这是为了救你 她一身白愁御衣 一看就不是平凡人家 看清她的脸时 脑海里突然就蹦出 刚刚断断续续听到的一个词 惊为天人 他们说的是谁来着 没听清 也不重要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不知在下何以相报 我微微一正 恍然想起 我与江景川的荒唐婚约 就是始于一场救命之恩 我回之以礼 我本就是医师 治病救人是职责所在 公子不必放在心上 医者人心 我又嘱咐了句 今日天寒 公子心弱 还是不要在外逗留太久的好 说完感觉时辰也不早了 我起步原路返回 走至一半时 漠然间想到了一个词 重蹈覆辙 我又回到了刚刚那处 护城河出口 他竟然还在 在怅然地看着那轮圆月 没了刚刚的温和感 莫名添了几分清冷与狠力 对上他惊讶的目光时 我紧张地抠了抠掌心 他低眉 姑娘怎么又回来了 我鼓起勇气道 我刚刚救了你 是 你想报恩的话 能不能娶我 最后几个字 我说得很快 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清 他眉眼微收 面色波澜不惊 我又苍白地加了几句 我没有要挟你的意思 我会医术 可以随时为公子诊治心急 我可以作妾 我不会争宠 我还 你还什么 眼前人脸色变得并不好看 深邃的眼神仿佛要把人吃了去 我顿时后悔起自己这个荒谬的行为 要不 逃吧 而在仓皇转身的那一刻 我却听到他低沉沙哑的声音 我只娶妻 不耐怯 我再一次原路返回 途中被他的话牵动着心绪 方才有个人过来 称呼他为大人 两人耳语了几句 他便向我道了别 只留了一句话 三日后 我便上门提亲 可是我连他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同样的 他也不知道我的 又怎么来提亲 想来是他应付我的说辞罢了 不知不觉中 我又经过了那座河桥 河灯在河道堆积 映红了一片黑夜 在犹豫要不要回家时 衣摆上突然落了一颗火球 我还没反应过来 布料已经迅速燃起 眼看着就要烫到我的皮肤了 我冲破人群 跳进了河里 周围的人都聚到岸边 翘首看我的笑话 这是不是那个被退婚的叶家庶女 她还嫌不够丢脸吗 她这是在干什么 还要爬上岸吗 我以为她要自尽呢 火灭掉之后 我便向岸边游去 浑身湿漉漉地爬上岸时 唐月率先迎了过来 姐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你这副样子还要怎么见人呢 我抹了一把脸 忍不住笑了 怎么 你不是人吗 你 她大概是没想到 我会回对她 气得喊叫起来 大家都来看啊 大庭广众之下 她这副样子是要勾引谁 我这副样子 确实很狼狈 衣服紧紧贴在身上 几乎每个部位都能明显地分辨出来 胸前的衣带也被烧断 我只能用手捂着 才能避免走光 我试图跑开 却被人群围上来 水泄不通 怎么这么热闹 江景川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唐月小跑上去捂住了她的眼 不许看 我们都不是很理解夜里姐姐 江景川掰开她的手 看到我的模样时 眉头微微皱了皱 冷笑了声 夜里脸不要了 随之而来的 还有另一道陌生的声音 哟 我竟然不知道 你们普通世家玩得这么开啊 江景川芒 跑到那人旁边 让陈王见笑了 我刚退了这姑娘的婚 她估计是想不开了 陈王 众人皆知 她是在皇位之争上 将太子拉下马的三皇子 如今储君之位 已经是胜券在握了 江景川正是因为对她忠心不二 帮她铲除了许多敌党 才在三年内直权飞升 到了如今被众多世家子弟 争相追捧的地位 陈王最熏熏地朝我招了招手 过来让本王好好看一看 我顿了顿 迟疑地走过去 每一步都千斤重 他有什么好看的 我带你去看杠 江景川在一旁陪着笑 却被陈王抬手示意 闭了嘴 陈王如传言中一样 姿态放荡 嚣张跋扈 他的手触碰到 我的肩膀的那一刹那 周身突然一阵轰动 我的身上随即披上了一件 白愁宽袍 有点眼熟 我转头去看 来人正是刚刚匆匆离去的 口头云我婚约的白衣公子 但是他怎么敢在陈王面前 陈王却绷紧了身子 朝身边人微微一躬 首辅大人 您不是离开了吗 我若离开了 岂不是看不到我清明王朝 竟也有如此有被良德的景象 周围顺时变得一片死寂 良久 围观者被遣散 陈王晃晃悠悠地凑近 笑得讨好 大人 这么多人呢 别下了我的面子 你的面子 值几个钱 陈王雨色 脸色明显地暗了下去 江景川也走进了几步 看起来又静又怕的 大人 陈王他今夜喝得有些多 您 你是哪位 他淡淡抬眸 目光近乎凌迟般 扫过江景川和唐月 最终还是落在陈王身上 喝多了 就好好醒醒酒 当朝首辅楼藏月 一直是大魏的传奇人物 相传他幼时因心急 而被家人丢弃 被一江湖名医救起 十几年后 他入京科考 一路入室 赴任的第一年 就弹劾了太后甘政 亲自把他送到了边疆寺庙 第二年献祭兵部 兵部血刃 统一了周边敌国 第三年上任御前首辅 鞠躬尽瘁 一心为民为君 首辅大任清冷狠立 刚正不阿 其他皇子 为了皇位千方百计 拉拢他时 他始终窥然不动地 挡在皇帝面前 京城诸多名门 贵女倾心于他 他始终不肯吝啬一眼 就连皇帝都感慨 你要这样为朕卫国 活一辈子吗 他答 为臣者 当如此 敬他为他 是万千百姓 刻在骨子里的情绪 而我呢 刚刚跟他说了什么 要他娶我 一想到这个 我忍不住打了寒颤 愣 旁边的声音 带着一丝温和的沙哑 我才反应过来 我已经在回府的路上 还是坐在 楼藏月的马车里 我慌张地摇摇头 站起来朝他 深深居了一躬 大人 请恕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 话没说完 马车猛地一晃 我一头栽在了他身上 平稳下来时 我正侧坐在他的双腿上 拼命揽着他的脖子 与他四目相对 而他须扶着我的腰 面色平淡道 叶姑娘 我心脏不好 受不住这般刺激的 衣袍乱了 头发乱了 什么都乱了 前面牵马的小丝 心虚地问了一句 大人 你们没事吧 我慌张地紧好衣袍 坐到旁边的位置 你刚刚还想说什么 他又问道 我顿了顿 刚刚想说我收回 让他报恩取我的话 画至嘴边 却胡伦改了词 刚刚大人对陈王那般态度 不担心他以后针对你吗 为何你觉得他能针对我 都说 都说他会是不久后的皇帝 不久后的皇帝 可不一定是他 这一次 楼藏月答应和陈王 一起来这灯会 不过是因为皇帝的嘱托 皇帝缠绵病态 恐时日无多 如今陈王在众多皇子的较量中 笑到了最后 皇帝是想让楼藏月 占一占位 为他今后继承皇位 铺路罢了 而今夜 看到陈王与一通 狐朋狗友 举杯共饮的模样 楼藏月只觉得心烦透了 不过现在 他很庆幸 庆幸他来了 我正了半天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不得了的事情 这应该不该是我听到的吧 好在夜府很快就到了 我到了谢 匆匆下马 那辆马车快速掉过头去 风一般消失在黑夜的长街上 他大概是从刚刚在河边离开时 就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寒风卷起我身上的白色衣袍 我才想起忘了还给他 但衣袍已经被我的衣服沾湿了 就这样还给他 好像也不太好 三日后 他会来吗 有那么一刻 我竟然生出了一丝 不切实际的希望 只不过那希望如落霞 在我踏进夜府的那一刻 便消散了 父亲气急败坏地迎上来 一皮鞭将我抽得跪倒在地上 你个不争气的 为何会被江家退婚 你做什么让江景川不满意的事情了 明日你就跟我去江家道歉 求他们收了你 一边比一边中 白衣绸不上溅了血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猛地站起来 攥住了皮鞭 我没错 为何要去道歉 你还敢顶嘴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是陈王身边的红人 你若是嫁给他 我们叶家以后会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你不嫁进江家 你哥哥怎么有钱娶妻 一字一句 他都不会在乎一丁点我的死活 早已经习惯了 所谓的哥哥跑出来唱起了红脸 爹爹 你怎么又打妹妹了 妹妹就是嘴硬 明日他一定会跟你去江家道歉的 说着说着 他突然震惊地凑过来 妹妹你哪来的这么贵重的外袍 看着英式男子的 是江景川吗 不对啊 他不是刚退了你的婚吗 那是谁的 我避开了他要摸上来的手 我捡来的 只是觉得楼藏月的衣服 不该让他摸脏了去 捡来的也行啊 你洗干净了 记得给哥哥穿啊 我将衣服洗干净 在屋头坐到深夜 才回房间 然而一进门 我就被一双手紧紧地估住腰 往床上拖拽 力量悬殊 我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借着月光 我看清了压在我身上的 是我的哥哥 他很清醒 很清醒地 在做着有备伦理的事情 夜里 被退婚没事 哥哥要你 哥哥都看见了 刚刚你里面的衣服烧烂了 我绝望地挣扎喊叫 却被他扇了一巴掌 勾引了我现在又不愿意 你什么意思 你是我哥 你是我哥呀 谁是你哥 你个树出的贱臂 他粗暴地撕扯着我的衣服 粘腻的口水落在我的脸上 脖子上 一层 两层 最后一层扯下石 我终于挣扎着挪到了药箱旁边 摸到了我自制的迷药 第二日一早 我去敲了灯纹鼓 我要告那夜家父子 假借治病之游 猥亵强暴多位民女 我要告那夜家之子 不顾伦理刚长 意图对其亲妹妹行不轨之事 在夜家医馆里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 父兄队前来看病的女子 上下其手 更有甚者 他们给她们卫下催情伞 要他们自己送上去 众人一片哗然 判官亦是满脸鄙夷 他们不是为夜家父子的行径愤慨 而是在为我一个女子 竟把那种败坏名声的事情 公之于众 而感到羞耻 状告父母 本就是不孝之罪 我先挨了十五大板 判官继续问道 夜家女 你还要告吗 告 你可知道 自开国以来 猥亵强暴之律法 从未启用过 知道 她这是在暗示我 我告不赢的 我曾经试图劝过 那些女子去报官 她们都哭着拒绝 若是去报了官 不仅她们自己要遭受指点谩骂 还会连累整个家族 抬不起头来 父兄恶狠狠地盯着我 有几个好心人在劝我放弃 江景川也来了 他将我拉到一边 一副要拯救我的样子 夜里 你没必要因为被退婚这样 做见自己的 你撤回诉状 我向你保证 我会娶你 我冲他勉励笑了笑 江公子 我不是因为被退婚 算了 你不懂的 我也没打算赢的 我只求拼上一切 哪怕最终只是 让世人知道 他们父子的真实面貌 也好 哪怕能有一个姑娘 避免受到伤害 也好 案件审理并不顺利 除了有两个业家的下人 只认我哥 非离我之外 就是藏匿在医馆后院 黑屋里的催情散了 而最重要的人证 是那些被伤害的姑娘们 他们不会出来作证的 我哥因为中了我的迷药 只能算是作案未遂 也就只是挨几个板子 经堂木拍下之际 却有人喊了且慢 是楼藏月身边那个随从 他跟判官耳语了几句 判官很快改了口风 案件还有诸多细节 需要深究 本官会增派人手 继续调查取证 那被随从离开时 朝我行了个礼 首府大人昨夜出城 有事要办 两日后回来 他让我给叶姑娘 捎一句话 你很勇敢 你继续做 你想做的就好 我迟迟没有缓过神来 周围的人也都看出来了 这是有首府大人 撑腰的一个案件 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 也传到了那些被伤害的姑娘耳中 很快 本案的第一个证人到场了 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十六个 他们脆弱而坚定地 为自己搏了一把 案件持续审理了两日 最终判叶家父子处以绞刑 而我作为叶家女 按照律例当被连坐 处以流放之行 叶家女夜离 可有意义 我重重松了口气 我当然没有意义 只是还未开口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了进来 我有意义 楼藏月大不留心地走到我身旁 伸手将我扶了起来 我站稳时 手里已经多了一份婚书 她的声音冷立 今日是我和叶离的订婚吉日 她已不再算是叶家人 便不该被连坐了 这 按照律例 叶离不具备连坐的身份 故无罪释放 我一阵头重脚轻 控不住地倒下去 被楼藏月接在了怀里 恍惚之中 听到她在说 对不起 我来迟了 醒过来时 我身在楼府 一睁眼 便听到楼藏月在一旁闷声咳嗽 是心急又犯了 我迅速起身 却被她跑过来按住 你身子还没好 不要乱动 我的身子我有竖的 不过是前几日的 受一些皮外伤 但她不一样 我握住她的手腕把了把脉 她却俯着领口 笑得不甚正经 要解开吗 我微微一正 想起初次见她的那晚 我就那样不由分说地解了她的衣服 脸一阵发热 我正了正身子 认真道 谢谢你 首辅大人 她收敛了笑意 坐到我旁边来 你该谢谢你自己 你做了很多人都不敢做的事情 我突然有些想哭 自我敲下灯文鼓以来 所有人都在指责我 亦或是劝我放弃 唯有她 始终告诉我 我是对的 夜里 在我面前你不用这么坚强的 她安抚地盯着我 像是在哄 我终于忍不住 任那眼泪流了两行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帮我 为什么你还 娶我 因为你值得 没有人比你更值得了 她说得干脆而坚定 有那么一刻 我甚至觉得 她是对我有情的 一个嬷嬷敲门进来 说是找人算了婚期 在一个月后 楼葬月不满地皱了皱眉 为何这么晚 良辰吉日哪能着急 嬷嬷瞪了她一眼 然后亲切地喊我 阿里啊 你正好趁这个月 好好考察一下她 实在不喜欢 就不要嫁她 我愣了愣 记忆里 只有母亲会亲密地 喊我阿里 面前的嬷嬷喊起来 也是一样的温暖 楼葬月低咳了两声 嬷嬷 有你这样的吗 怎么 我这是过来人的经验 还有啊 这个院子是给阿里收拾的 你以后少来 这又是为何 这是李洁 李洁懂不懂 嬷嬷又朝我小声道 你可得防着点 这小子至今连个通房丫头都没有 一阵说笑中 楼葬月把嬷嬷推了出去 恍然觉得 她似乎不是传言中那般清冷狠利 最起码对我不是 她每日都很忙 能见到她的日子 屈指可数 她在府内外 增派了许多护卫 并且多次嘱咐我 最近不要一个人出去 我不是要限制你的自由 只是最近这段时间 委屈你一下 我没有问为什么 只是猜测 大概是与最近新军尚未有关吧 民间议论纷纷 百姓和群臣都对陈王 这位板上钉钉的新军 敢怒不敢言 而我又恰好听楼葬月说过 这未来的皇帝 可不一定是陈王 怎么猜 都会有一场大战 楼葬月怕我无聊 在我的院子里 建了一座钥匙 我趁此研究起了心急 一次出门挑药材的路上 我与江景川在街上相遇 他似乎瘦了许多 但依然是那副 高高在上的神态 你当真要嫁给那首府 都已经订婚了 怎么会有假 他轻笑 不日后尘王登基 楼葬月必定会被他一脚踢开 到时候他就什么也不是了 夜里 我给你一个反悔的机会 我也随着他轻笑了声 这个机会 你给别人吧 从他扔下退婚书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已经是陌路人了 夜里 你为何如此执拗 我这是为你好 楼葬月他张扬不了几天了 喧闹大街上 他一跪府公子竟险些失控 我没再看他一眼 只是让身边的护卫将他赶到了一旁 然而当日下午 皇帝那消失了二十年的皇旨消雨 突然入京认亲 举国上下一片震动 嬷嬷看着漫天的阴云 难难道 要变天了 他跟我讲了当今圣上的兄长的事情 如今的皇位本应是其兄长的 可就在继位之际 兄长一家满门被灭 就连那藏在水井里的两个儿子 也被找出来 被残忍地砍成了碎片 调查之后 凶手竟只是江湖上的一伙盗贼 所谓的正义 也就那样草草了枝了 我听得茫然 那现在这个皇旨是假的吗 嬷嬷摇摇头 不是被砍成碎片的是假的 那是他家的仆人之子 说到这里 摸摸眼中含泪 难受到已经说不下去了 我握住他的手 抱了抱他 如夜 楼藏月又让人烧来了了 要挽回的消息 我翻来覆去的 怎么都睡不着 到了下半夜 我干脆坐起来看天 才发现外面竟然下起了速速大雪 而在不远处的钥匙里 灯突然亮了 我心微微一颤 披上衣袍就跑了出去 楼藏月正在看我那新做的药丸 看到我时眉头一皱 挤不过来将我抱坐到了药台上 伸手扶掉了我脚上沾的血 然后将我的脚放进了他的外袍里 怎么连鞋都不穿 怎么还没睡觉 一连串好几个问题 那件外袍是上元杰他给我披的那件 他好像很钟爱这一件 我有些休暖地僵了僵 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只想快点跑过来看看他 就连鞋都忘了穿 头发也散着 幸好还记得披了件外衣 看出我的不自在 他轻笑了笑 没事 反正早晚都要看的 都说这人清冷很利 估计很难想到 他说起话来也是会勾人的 我赶紧扯开话题 你今夜回来得好晚 以前也这么晚过 也没见你出来找我 以前你也来过 每晚都来 我正正看着他 心底涌出一阵暖意 源源不断的 好似能填平许多伤口 他将我的脚又包得紧了些 嘴角亲着一股若有似无的笑 夜里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鼓足勇气 开了口 你和今日出现的黄直萧宇 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哥 我亲哥 他毫不犹豫地回到 笑意脸了下去 二十年前是当今圣上灭了我家满门 是嬷嬷用他的两个儿子 替换了我和我哥 短短一句话是长达二十年的灭门之恨 丧子之痛 明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听到这一事实时 我还是难受得掌心发凉 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他继续问 楼藏月 你辛苦了 我本以为 像我这般经历的人 已经够苦了 那他呢 是怎么熬过了灭门之痛 是如何一步步地 活成了另一个人 又是如何日夜筹谋 给了大魏一番盛事 夜里 他的声音逐渐沙哑 眼中带了别样的情愫 一寸寸地朝我靠近 紧张得快要喘不上气了 鼻尖相处之际 院外突然有人喊起了楼大人 他收回动作 一把将我抱起来 一路放到了我房里的床上 在我的额头上落下一吻 我还有事 你好好休息 父兄被行刑前一日 我去看了他们 他们狼狈地跪在我面前 求我救救他们 你现在要嫁给楼大人了 他一定有办法的 如果我们死了 你可就一个人了 你就再没有任何亲人了呀 你就放过我们吧 可是他们该明白的 自从我生母离世之后 我就已经没有亲人了 不是我不放过你们 是你们做过的事情 是大卫律法 是那些姑娘们所受的伤害 容不得你们活下去 料想之中的 我离开时 他们已经从祈求 变成了谩骂与诅咒 也无所谓了 原此一生 我和他们再无任何关系 回府的路上 我碰到一位 躺在街上痛苦嘶吼的年轻人 只是我刚抓住他的手腕 一股熟悉的味道 便充斥了鼻腔 不及我的护卫反应 他已经将我扔进了 急速飞过的马车里 醒过来 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陈王 我们正身在郊外的一个破旧木屋里 这几日 在楼藏月的引导下 大臣们逐渐看清了 他想要扶的新军 不是陈王 而是刚刚认亲归来的萧羽 病重的皇帝 已然成了傀儡 陈王日渐失事 他绑架我 应当是已经到了 走投无路的地步 他捏住我的下巴 笑得阴狠 还真是有缘啊 叶姑娘 我们猜一下 楼藏月什么时候来救你 一个时辰后 还是两个时辰后 我轻笑了笑 自从上次险些被我哥侵犯之后 我就有了在指甲缝里藏毒药的习惯 手腕虽然被捆着 但我的手指还灵活 只轻轻一拨 他的茶水里便混入了微不可查的毒药 那是会让人产生冰死感 进而昏迷上两天的毒 他自说自话说累了 便仰头将茶水喝了个干净 紧接着 他的身体开始抽搐 疼 疼 他躺在地上 呻吟了没多久就晕了过去 周围的人很快乱了阵脚 快找医师 快找医师啊 他不就是医师吗 快给他解一下绳子 可是 可是什么 这么多人还能让他跑了 我装模作样地把了把脉 眉头一皱 臣王这是急症 得赶紧服药才行 不然不出两个时辰 就要弃绝身亡了 什么药 给他服啊 我墨药啊 得出去抓药 你 眼看着陈王的呼吸越来越微弱 他们终于派了一行人 压着我出去抓药 不到半个时辰 楼藏月就堵住了我们的去路 没了陈王坐镇 他们根本不知道 要用我做什么 反而忌惮楼藏月的浩浩人马 将我扔下 就仓皇逃了 我快步朝楼藏月跑过去 跑进了才发现 他的嘴唇发紫 像是心急诱犯了 我忙扶着他上了马车 车帘拉上的那一刻 他猛地将我摁坐下去 猝不及防地贴上了我的唇 辗转深入 炙热如火 我感觉浑身都酥了 担心会闹出动静 只得紧紧攀住他的腰身 一点一点地 滑向他心脏的位置 跳得很快 我担心他试图推开 最终却又变成了轻轻地抓脑 那一刻 我的心脏好像也不怎么好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终于缓缓将我松开 夜里 你吓到我了 额头相抵 我小口小口地呼吸着 我没事 我也没害怕 因为我知道 他会来 很快 事情很快就结束了 很快 皇帝驾崩 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萧宇 有楼藏月的坐镇 百姓群臣对新军一片拥护 只有个别的顽固党羽被肃清 唐家虽有一表忠心 却还是被流放西北 唐月为此还特意找了我一趟 不再是那副趾高气扬的大小街模样 姐姐你帮我向楼大人说说情吧 我父亲对当今圣上很忠心的 对不起 我当时是昏了头 才往你身上扔火球的 都是因为江景川 都是因为他 可他现在已经消失了 求求你们饶了唐家吧 人活一世 是没有后悔要的 不是一句道歉 那曾经想置我于死地的行为 就可以抹去的 所以我只好心提醒了一句 西北干冷 记得多带些衣物 转过身去 楼藏月将我拥进了怀里 你今日怎么没上朝 告假了 告假多久 一年 两年 以后想多久就多久 江景川确实消失了一段时间 但在我婚期那日 又突然出现了 他跟着陈王 和一群敌国细作军队 在京城制造了一场 大型的暴乱 全城百姓闭门闭户 大魏军队在外与之一战 我和楼藏月的婚礼 还是如期举行 没有宴请宾客 只有我们两个 和唯一的高堂 嬷嬷 过完仪式之后 进了洞房 外面的厮杀声更重了 楼藏月的眉眼 近在咫尺 呼吸渐重 铺天盖地地稳落下来 他的眼里染了深邃的红 阿里 你别怕 我眨眨眼 有你在 我不怕 他笑得意味深长 我不是说外面 话音落下 他的脸埋下去时 我便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了 我还是担心他的身体 每一步都尽量地配合 不让他用太大的力气 他却屡屡打破 我作为医师的认知 外面刀枪生激烈 房里也是 一直到了下半夜 外面的战斗似乎结束了 传来大卫将士 喊口号的声音 而我昏沉地 浮在他胸前 声音都发颤了 大人 你不是身体不好吗 他却又亲上来 压住我的脖梗 好似要将我拆骨入腹 声音沙哑到了极点 再亲紧一点 再亲紧一点 再抱紧一点 我想我会永远怀恋 护城河边的白衣公子 许了我三日后 上门提亲的诺言 我想我会永远怀恋 风尘仆仆的楼藏月 将我抱在怀里 说他来迟了 他是当朝首辅楼藏月 民心相护 却拒人余千里之外 在府里时 唯有那豪爽的嬷嬷 能与之笑语一二 他稍一脸眉 旁的下人 总是要绕道而行的 而此情此景 他眼波寒昧 像是只剩了一种情愫 他从那至高无上的高台上 走了下来 热烈地与我红尘相扶 心脏相贴 我想他们会为了彼此 一起跳动至百年 他翻过身来 撕磨着我的耳颈 阿里 我喜欢你很久了 我猜到了 那就 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皎洁 翻外 男主视角 我本以为我这一生 夺回黄泉便是终点 静静那年 因为水土不服 我心急发作 倒在了一个冰冷的巷龙里 恍然间 沉重的过去在脑海重现 从被屠戮满门的现场 被吊包救出开始 我与哥哥便走上了一条 孤单而漫长的道路 可是两人苦心经营 十几年的心血 怎么能败在我的心急上呢 我不能死 我拼命地想要睁开眼睛 就在这时 一位姑娘跑过来 将我救起 为我吃了颗护心碗 姑娘看起来十几岁的模样 很是轻瘦 白若凝脂 隐约中透着一股倔强 可否问一下姑娘方明 在下一定涌泉相报 她却摇摇头 笑得灿烂 我本就是医师 救死扶伤是我应当做的 不需要感谢 就这样 她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街角 那时候我没有想过 在入室的第一年 我又碰到她了 她在流民的救济营里 为他们免费看诊 我远远看着她 机遇向前 最终还是转了身 因为听说她已经许了姻缘 是那江家公子 她很喜欢她 我去查了江景川 算是个有志向的 只是跟错了人 如果她对她好 我想以后我会救她一把 我没再细查她 只是觉得我这样的人 不该去扰了正常人家的清静 一直到了那年的上元节 我心脏不适 便从沉亡的艳乐中 抽身处去透气 护城河旁 一抹纤细的身影 朝我的方向走来 竟又是她 心脏越发闷痛 我本可以掏出身上的护心丸的 却莫名其妙地 想等她来救 她真的来了 紫衣加身 如仙姿一貌 却看起来心情不佳 后来她去而复返 说要嫁给我 她说了很多理由 句句都在放低姿态 不知道为什么 那刚刚蓬勃的心脏 又开始了微微地刺痛 我不想看到她这样 她该是明媚地 被捧在掌心里的 哪怕我和哥哥的大夜未成 我也看不得她这般战战兢兢了 所以我说我会娶她 后来我只想感谢 感谢上天 在我的前后半生交替之余 让我再次遇到她 她让我的余生 有了新的袭击 番外 江景川 上元节那晚 江景川一整晚都没有睡着 每每闭上眼都是夜离失着身子 茫然无措的模样 她幼时因为述出 也是经受过许多白眼的 后来祖母做主 许了她和夜离的婚约 她才知道 原来这世上还有比她更苦 却依然有韧静地活着的人 订婚之后的这三年 虽然碍于礼节极少见面 但夜离好像一直陪在她身边 天寒了 她会提前送来 亲手做的厚衣服和药材 怕她嫌要苦 每服药里还会放一块糖 她试图每次受挫 她总能及时送来书信安慰她 郎才独绝 使其无二是每一封信的唯语 她精通医术 样貌才情 无疑上不了台面 也是因为她 她其实从来没有在意过 她的父兄利用江家权势 狐假虎威 是什么时候开始厌倦的呢 是从一开始 她就没想过和她有结果 祖母之命固然重要 可她已经去世 而她如今攀上了陈王 前途无量 怎么可以娶一个低门低户的庶女 所以 唐家嫡女唐月 要求她当众向夜离退婚时 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一个女人而已 她不觉得会影响她什么 可看到她从河里爬上来 失态的模样被众人指点唾弃时 她心底的某处 还是疼了一瞬 脱口而出的却是 叶梨 脸不要了 看着叶梨跟着楼藏月离开 她莫名产生了一个念头 要是带她离开的时候 她就好了 不过也没事 以叶家父子的德性 是断不可能放弃这段姻缘的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来道歉弥补 到时她就给她一个台阶下 可是天一亮 什么都变了 她要嫁给楼藏月 陈王也开始失事 她急急盈盈了那么久 最终却化成了泡影 她毁到了极点 绝望之际 她竟只有阻止他们成婚这一个念头 可就在满京城暴乱厮杀之时 楼府的新婚李月 还是照常想起了 听见李月愣正的一瞬 有道掌枪刺入了她的胸膛 夜里 我这也算是参加了你的婚礼